第147课,复习4第7部分 你确实是有福之人,我是你所知的耶稣 复习这几课的时候,请务必记得我们正在引导你前往的目标 我们正在引导你迈向平安 平安是一种心灵的品质,它会使你的内在指引变得非常容易向你发言 想我的任务是维持你的存活及安全,保持你身体的存在 这样你才能在此地体验聚焦于三次元的经验 但是,若是用小我规划未来,所得出的计划是不会进展良好的 你们的社会一直在促进小我之心 因此,在主流媒体或电影中并没有多少灵性教育 有时候,宗教情节会出现在你们的电影中 但通常是在恐怖片或类似的主题里 因此,在大部分时候,你都是活在小我之心中 当你想到未来,小我之心会感到恐慌和焦虑 这造成许多人半夜醒来,试着想出凑钱的方法 比如说,好让自己能去下个月要参加的活动 你会试着想办法,但是想不出来 此时,你无法获得任何平安 因为你实际上正处在小我之心里,并试图想出办法来 但想办法并非小我的任务 至于你生来就有权力获得的圣灵之影 它比小我安静得多 经历这个迈向平安的旅程时 你的指引会变得更加大声 虽然它不会像小我一样对你大声喊叫 但是会变得更容易辨认 比如说,想象自己进入一座浓密的森林 里头有一条道路 但是你无法看清自己要往哪里走 然后,你踏上一座桥,它好像有点晃 此时,小我可能受惊吓,而刺激肾上先诉说 停下来,不要越过这座桥 这是适当地使用小我之心 它告诉你要停下来,继续走很危险 这时,圣灵像是站在高山上 往下看着这座浓密的森林 而你在下面与小我在一起 无法看出自己要往哪里走 接着,圣灵会与你沟通 告诉你要在三叉路口向左转 如果继续执行,你会遇到一处大裂缝 但如果向左转,将会找到一条更好走的路 我们在高处可以看到那条路 如果你只听从小我之心的声音 很可能不会在路口左转 而是继续走,莫接受到圣灵给的指引 请了解,心灵越来越平安时 你会越容易辨认刺耳且令人恐惧的小我之声 也会更清楚感觉到圣灵的指引 那是比较安静的温柔敦促 通常被受到过度喂养 及过度喧闹的小我之声所盖过 所以,请了解到 随着你练习这些课程 你的感觉会发生改变及传化 你将越来越无法忍受小我制造的恐惧 当小我让你担心未来或怨对过去 请记得这个森林的比喻 知道小我是没有远见的 你可以说,啊,没关系 我现在必定是在运用小我之心 因为我非常害怕未来 我不要听从这些想法 我不要在此强化小我的思想体系 我要进入圣灵的思想体系 拿起奇迹课程 直到平静下来位置 我要仔细思考其中饥渴的内容 做一点冥想病,请求指引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此时要做什么决定 你不必催促做出决定 小我会迫使你快点做决定 圣灵则会在你这一生中 缓慢、温柔且确实地引导你 以上便是我们今天想分享的小故事 希望能帮助你了解自己经历的过程 你不会始终听从小我 并在一些时段里会拥有平安 在平安中 你可以听到并感觉到来自上方的指引 我是你所知的耶稣 我们明天再会